突然急的溪流旁邊 仔細一看有三名男子 就在河床邊逗留 其中有一位看似在打撈些什麼 三個人都自備了筒子 但颱風天到底在河床邊忙些什麼 這裡是新北市瑞芳區 基隆河上游的原山子分紅道附近 原來這幾名男子 認為山區黃金礦賣 經過雨水沖刷之後 會有黃金進入基隆河 所以就拿著簡易的討喜工具 在河床上淘金 畢竟現在金價飆漲 疫情的金價可是上看萬元 而且來碰碰運氣的 可不只有他們附近的居民透露 前幾天也有人到同一個河段淘金 像我們這裡比現在還要有 救手啦 也太有人在消息 也太有人在消息 所以有人真的來掏金 有的也是有的 就怕溪水暴漲釀成意外 警方獲報之後緊急到場勸禮 只是這無視颱風天想發財 想到風的舉動 也讓不少民眾感嘆 真的是要錢不要命了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張新聞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